找出那個線在哪裡 因為這堂課我不要用新聞學的那種客觀標準 來限制你們的發展 對 因為我一旦說出那個線 你們就不敢碰 你們不敢碰之後就像那種 曾經被電碰過的桶籠 不敢跑出住我的自己公園 可是那個DNA就不好玩了 其實新聞它是很好玩的東西 我如果用新聞學來限制你 其實就是第一不能傷害人 第二不能怎樣 第三不能罵髒話 問題是帝國日報每天都在罵髒話 幹掉啊什麼的意思的一大堆 所以把你心中的那個 借鑒就打掉 當然我不是說完全就是可以無作非為 而是說我們先不要設限 不要有任何的設限 你想問什麼你就問 當然不可以去侮辱啊 謾罵啦 或者是一些 有那種人生攻擊或者是性別的 這種我們自己都知道 因為有一種東西叫是非之心 都會在我們心中 在我們剩下的那一刻 上帝就會放在我們的心裡 是非之心 我們讓自己能夠去衡量 你這個問題的世界性 其他的程度如何 所以我的問題就是不回答 各位的問題 但是我會請你帶著這個問題回去思考 這個問題就會變成你下一堂寫作的養分 這樣是OK嗎 嗯 好 還有一個問題 小美你好 我是六號 方淑麟 是 那我想問一個就是說 今天我們的課 則是公民記者民主的 讓你知道公民記者所寫的新聞 將是我們想要幫忙 批評資訊的一檔廣告 那不知道這位資深的記者 你怎麼看待公民記者 跟公民新聞 七年前我不承認公民記者是記者 因為他們完全沒有經過 學院的養成教育 那七年後 我不承認所謂的記者是記者 是因為有很多公民記者 他寫出我們所謂學院派的記者 看不到的視野跟領域 所以我不在於學院記者的自居 然後我也不在於所謂的專業自居 所以寫作這條路是非常特別的一件事情 就是你會顛覆你過去的思考跟視野 如果你覺得這個就是網道 那你就完蛋了 就是我過去的新聞學教育 加上我的文字的能力跟背景 會讓我覺得自己是 好像是天之交死之類的 我是記者 但台灣的記者是沒有任何證照合作的 所以我不認為現在每一個記者 都可以特遵所謂的記者信條 是因為無滅王 他始終要有一條線在心裡 那一條線慢慢累積 隨著經驗 隨著你的寫作能力 還有你的經驗範圍 這個沒有辦法有一定的答案 我不知道這樣有沒有回答到你的問題 是有 但是我比較好奇的是 有時候七年前是某一個怎麼樣的機緣 讓你會有這樣的改變 那個改變 就是因為那個改變 覺得我可以站在這裡 至於那個改變可能是下兩堂 或者是會後咖啡時間 都知道我有習慣一個咖啡時間 通常就是 因為今天我們的主軸還是在於新聞採寫 認識新聞 不是說中美專訪 或是中常美深度報導 或是什麼 什麼這個那個 所以這個部分 當然就是我今天喝咖啡那個時候 或是你請我喝紅茶的時候 我們可以再交流 因為今天我們的生命之盒會 會留到 一庭跟大船跟新聞這個關係 然後我們建構出我們自己的第一套新聞稿之後 我們來解釋這個新聞稿 以及被分享 所以在課程的最後會留半個小時到25分鐘的時間 請各位同學輪流上台 兩兩一組 所以剛剛爆一跟二的人 你們就是一組 三跟四的人 你們就是一組 五六一組 七八一組 九跟十一組 所以要請寶寶寶寶麻煩你跟九號同學一組 OK 到時候要請你們分別在你的組員上台 錄影的演講的時候 播報的時候 播報他自己寫的新聞稿的時候 你要幫他錄影 對你要幫他錄影 然後你們要彼此萬無 就會成為你們自己進步的一個原動力 然後到最後 每個人都會拿到一張貼紙 把它貼在你最喜歡的那張新聞稿上面 就表示你就是懂編辭啦 你選擇這個稿子 我今天投票給大家 OK 好 那我們記者提問的時間應該已經過了 所以到7點25分的時候 我們的流程應該是 到7點半 好 那這五分鐘的時間 我要讓議題Rehearsal 還是要讓大家有一點時間可以看他的影片 那請問到目前為止 有誰喘不過氣的嗎 還沒跟上的嗎 有嗎 好 沒關係慢慢來 對不起我講話還是太快 那我可以簡單的補錯一下 可能後面有一些有進來的同學 我們今天這個課 環境大聲工的課 我們是 因為這學期主要是會到麥寮去做一個新聞採訪 所以今天是熱身 那周曉美老師是非常資深的 你不要看他年輕 非常資深的記者 所以他寫作 就是地球上最愛寫作的人 所以他會教大家 相信我今天這個門會關起來 等一下你一定要寫200次的新聞稿 才可以出去 但是不會有人監督你 我希望你享受那個寫作的過程 我們門不會開 幫門放走 我希望你享受那個寫作的過程 所以等一下已經接受完採訪之後 他會有15到20分鐘放空的時間 這段時間如果你跟我說 老師我今天不想寫新聞稿 我就是好好想跟他聊一聊 我也OK 你不想交我也OK 但是拜託你要好好幫你的對方錄影 而且你們兩組當中 只有一組不要寫好不好 拜託 就是如果你今天真的想去 好好的去寫他 你覺得我今天這15分鐘 20分鐘不夠寫 前一則200字的報導 那你就好好的去專訪他 回家寫一個深度報導 可是我要600字 如果你今天不想寫我也OK 就是很自由的 不要你好好享受在這個寫作的過程當中 那個安靜的片刻 奕婷 她已經安靜很久了 好 然後 那接著我們就請助教幫我們播放一段 我在採訪她的過程當中曾經有一段影片 我們可以輪那一段嗎 連結 有 可是這還要知道 我有怕 你是不是 他們連結粉絲去就可以 對對對 你有弄那個 那個叫做什麼 隱私設定 所以我們會想出去別人 不是你的好友就看不到 那你是我的好友嗎 是 那你就可以看到 你要不要直接用你的facebook 來 妳找什麼 那我講 等一下我的意思 應該可以來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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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畢婷妳有問題嗎 請問我可以 錄影 錄影 我可以講沒有問題 可以錄影 有問題 你確定我記得那個密碼 怎麼過去 好 書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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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突然說 這一段新聞書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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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像 在2013年的1月4號 做的一條很簡短的新聞 當時彈將不讓我們去拍 他上課的過程 這一條新聞出來之後 一開始受到了戲辦的壓力 他就說 拿記者來壓我們 是不是這樣 他怎麼說 好 連結失敗了 可以考上去 OK 選中的一點喔 他關了嗎 他關了嗎 不關了 不用擠住了 18歲的廖逸婷因為老產導致雙眼全貌 他在幾名高中念書的時候 就主動參加廣播社 他拼命的練習模擬技巧 去年終於考上了代價大學的大成績 但是他的大學之路卻走得很緊急 我真的來了之後 也真的很特別 有很多很需要客服的地方 例如 可能老師都問你說 阿妮 你怎麼考試 阿... 阿我答案怎麼給你 阿你真的有辦法啊 彭尤婷在校園裡經常不小心跌倒 重度弱勢的學長偶爾會替他帶路以免摔傷 幫助他的部分其實非常的少 他大部分都是考自己的力量在做多 我偶爾只是幫他看自由到錯阿 幫他排版覺得他沒有排好 然後問他一件然後幫他改一下排版這樣而已 這回台灣第一個考上傳播科系的全盲生 廖宜婷不斷鼓勵自己 要克服各種的學習難關 我還是要先說謝謝 因為所有老師跟同學 現在廖宜婷才是代價大社的議員 然後希望你們多給我機會 讓我去嘗試 我真的不怕做不好 我只擔心沒有機會讓我去死 廖宜婷希望大家能夠看見他的用心和努力 只要給他機會 未來就可以實踐當記者的夢想 在新聞中媒單中台北報導 不知道當記者的路 雖然離開大船 不知道是不是有機會 然後有一段是他 艷琳是一個音樂表現很強的孩子 就是假設我在唱歌的時候 他跟我說 你降了什麼Key 降了兩Key 這個原因不對 什麼聲音Key了 那時候我唱一首詩歌 就被他唸了 就是他就嘖嘖喵這樣子 他很強 他的音感非常強 所以我們可以看一段他那個 在唱歌的畫面可以嗎 剛好那一段就是沒有貼到 真的啊 因為你後來最後給我的沒貼到 沒貼到也沒所謂 因為那段有十分鐘 接下來的時間已經大概超過一分鐘了 為了嚴格管控 讓各位享受寫字的時間 接下來的時間就會請 現在第一階段我們的男生活動 已經到這邊告一段落 那大家對於新聞 一定是被我搞得更糊塗 只不過你來了 只不過我對於新聞更模糊 然後更覺得不瞭解 我就是不希望你有定間在那裡 反正就是你享受今天的採訪過程 進入一個孩子的生命 對不起不是孩子了 你已經二十了對不對 還沒 可以同學現在幾歲 我現在十九歲 就是二十歲少八年 好計較喔 二十歲少八年 好幾個月生 沒關係 那原則上是在二十歲 就是我們的生命彼此交流 那請各位記者先詳解 你們待會可以準備問題要提問 我也會請主持人 把今天的提問寫下來 做為今天的賬才 因為你可以從別人的問題上去 去發覺他的思想脈絡 以及他的思考 還有他想要去出現的問題在哪裡 所以今天是認真聽 認真寫 認真說 讓你的眼睛跟你的心跟你的耳朵跟你的手 都可以一起動作 好 那我們今天就不像以前 我們以前非常緊湊 但是今天就好好的享受一下 今天還是緊湊啊 好那接下來我就請主教 今天下面的時間就交給 可能跟同學講一下遊戲規則 好 那下面這段時間我會不在你們當中 所以最後那個結果呈現的時候 我希望主教可以幫我收集 每個人兩百字的新聞稿 好 我會針對每個人寫下來的東西 針對不同的人 然後給你特別的意見 所以這樣是一個回饋 好 你說不在我們當中的意思是 我會先離開 喔你要先離開 對對對 那等一下還會不會回來嗎 呃下次拿稿子給你的時候會回來 就是你現在就離開了 對 但是我會先看一下你怎麼會 對 接下來時間就完全掉了 好 是老師要走啦 阿飛啦 我會看一下 呃各位記者先進們大家好 那今天我們是為廖一婷同學 所開的計程會 那呃等一下喔 那個我這邊有弄到等一下發下去 那今天採訪的實習呢 主要的 剛剛 周小美老師講到目前為止 完全有跟上的請舉手 你看嘛 太快了 OK大家先深呼吸 那今天這個 這個課呢 採訪的課 其實就是說 我們要怎麼回覆回來 怎麼去寫新聞 那寫新聞 裡面有很多很多的方式 那今天最直接的 大家比較常看到的一個方式 就是記者會 OK 那所以說我已經知道 大家會有這樣的恐慌 所以說今天喔 那個 記者會主持的 我是淑琳 那為什麼找我主持 因為我是最愛講話的人 把這個人叫來當主持 他不會在下面run OK 所以呢 今天送給大家第一份禮物呢 就是今天的run down 然後後面就是有新聞稿 所以你絕對放心 那我沒有像彭瑞翔老師 還有周小美老師 這麼多的字 今天如果你沒有交出200字的話呢 我就會跟著你回家 就是簡單 我們會開的 所以跟著你們一家 OK 或者 你可以回家之後交600字 那這個200或600字的話 你可以用各種各自要的方式 可以傳給我 由豬叫我呢 傳給小美老師 或者直接 你上Facebook 打周小美三個字 就可以跟他交為好友 那你就會看到很多 非常有意思的一份 OK 那目前還有每個人上了嗎 OK 那有幾件事情 要請各位幫忙 等一下 我們就是直接記者會的型態 那會稱呼各位 媒體先進門 各位先生小姐們 那所以呢 請你把自己當成是 一位公民記者 從現在開始 您就是公民記者 那所以呢 或者你可以把自己取名 是哪一個報的記者 比如說我們的法師 他直接就是一筆學院 什麼編輯 就可以這樣稱呼 那記得你剛剛的號碼 所以等一下提問的時候 因為要更配各位的權利 那事關 等一下你寫出來的東西 不要跟別人重複 所以現在就要開始講 從剛剛給的這個影片當中 還有發下去的這個新聞稿 裡頭 先去設想你的問題 所以等一下是要搶答 所以說搶答之後呢 每一個人平均 我們現在講給 三分鐘的時間提問 那那個我們的女主角 伊婷 像我介紹她 伊婷 等一下 一個問題回答 最多五分鐘 因為我們現場 現在來了十位的記者朋友們 所以如果我們要在後面 我是比較好一點吧 因為 曉美老師是留二十分鐘 相信我二十分鐘 寫出兩百次 我順便你拿 所以我們留半個小時 那八點五十五的伊婷 需要回家 OK 所以我們截稿的時間 是往前推 等一下要 要念 對不對 你說新聞稿 對 沒關係 就當大家自己帶 OK 因為你已經查下去了 這就是財訪資料 對 可能在記者會之前 請各位文明先生小姐 在提問的時候 可能就舉手說 伊婷你好 我是誰誰誰 第一次發問 我的問題是什麼 那如果說第二次發問 就沒有中 我的問題是什麼 因為這樣會幫助對方 對你有一個基礎的一件事 比方如果有一次採訪 中結論的時候 別的記者就跟他說 結論你好 我要問什麼 我說周先生你好 我是大家新聞的記者 我叫做副媒體 一次發問 他就突然停了下來 因為從來沒有人叫做周先生 對我來講他就是周先生 我跟他不說 我們叫他結論 所以稱謂的部分 有時候要注意一下 你們可以叫他叫同學 或是沒有那麼熟 直接這樣一聽會很奇怪 所以我當時叫做周先生 那個媒體就是 覺得說你是哪裡來的怪咖 而且當天電器台 跟周結論怎麼可能會有關係 但是我要問他的是 當時他去出席一個 316愛奇兒的流行 然後他就站出來為公益帶著 所以為什麼會提這個問題 就是表示說 我們其實在稱呼別人的時候 讓別人對你印象深刻 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 如果你今天可以選個這一招 你就是已經帶著印象深刻的無影走天涯 第一招也是最重要的一招 但是我們非常容易遺忘 那接下來的時間我不會再察覺 就交給主持人 看你是要讓一婷先講三五分鐘 還是要直接發揮 OK 所以我們現在再看一下rolldown 就是我們常常會看新聞 發現各大報紙的新聞都差不多 為什麼 因為那就是照抄新聞稿 那等一下就是大家決定 首先是先發給大家 那所以說現在的時間 17點35分 因為我們有一點點累了 那我們必須在記者會提問的時間 必須在8點以前結束 8點半解稿 解稿之後呢 我們可以有記者朋友們上來 就是簡報 簡報讀給怡婷聽 怡婷聽完了之後呢 會給你們貼詞 最後呢 今天的優勝王 跟彭老師說 學習後就不要寫功課了 好 那這就是一個大獎 OK 好 那現在還有任何一問嗎 沒有記者會就馬上開始 好 非常謝謝各位記者先生們 那記者小協議們 各位媒體協議們 參加我們今天晚上 當設大環境大升功的記者會 那我們現場請來的是 我們打破我們傳統 第一位以全盲生 從起立學校考進 但大達成系的同學 但是他這一個新聞夢被打碎了 今天我們來請他 跟大家來做雙架的溝通 我們先請把麥克風交給我們的易婷 易婷請 你有多久的時間 五分鐘 對 大家好我是易婷 今天 在這個記者會上看到大家 其實我 有一點緊張 因為 就像大家知道 我大熊姓只念了兩年 然後雖然我上部性為學 但是其實 我在早上 我已經一直在想 大家會想念什麼 或是我該跟大家說什麼 然後我其實到現在還是有一個答案 但是我盡量讓大家大概可以知道我的故事 那小時候我出生在彰化 那是一個想想 然後就是有那種整片的山啊 然後很多水果樹的那種地方 然後那時候其實我不知道我自己看不到 因為那時候就是很多小朋友 然後就是什麼偷摘水果啊 爬樹啊 打架啊 騎 聊個車 然後衝下小火這種很奇怪的事情 我都做過 然後 然後 欸 我記得我那時候應該是還一個王吧 我偷摘好多次水果 可是我從來也被抓到過 好 那 第一次知道我還不知道是幼稚園 因為那時候就會開始講紅色、藍色、綠色 然後那時候我就發現 欸為什麼我摸起來都是一樣的 為什麼你大老遠就可以知道我在摸摸髮眼睛 可是我不行 然後 嗯 從知道我看不到到 習慣看不到大概花了 一年多的時間吧 然後小學我就睡了惠明學校 那是一個私立的特殊學校在彩中大雅 然後我們在那邊要不要繳學費 因為錢都是就是學校出貨 然後到惠明之後 然後我的生活就又開始變得很開心 因為那裡都是看不到的同學 然後有赤障的啊 然後甚至有很多是多障的同學 所以在那邊 我們這些只有看不到的 算是情況最新最好的 然後 在惠明就過了很開心九年 那小時候因為住在學校裡面 然後生活作息都很穩定 可是我那時候很呼呼 那時候 算有一點過動吧 所以晚上很無聊 然後就會躲在眉背 跟收音機 這是第一次接觸狂播 也是 埋在 鬍子裡 為什麼想念大傳的最深的原因 然後 我真正知道大傳 其實是到高中 才知道我剛傳播這個科系 但是我從小五小六 我就知道 我想找一個可以弟子講話 可以跟大家分享過 我聽到的事情 這樣子的事情 來做 然後 那時候其實也不知道怎麼準備 但是我確定 我必須變得很低台 我必須變得很會講話 所以就讀書啊 然後 演講比賽啊 做個比賽啊 反正就任何跟這個有關係的東西 就會去參加 那高中 我唸的是啟明 那時候其實有一個小小的家族革命 一個位 啟明在台北 我家在講話 有一段距離 然後 從小到大我雖然都是住宿 可是 畢竟都還蠻近的 每個人都還可以回家 但我來台北之後 大概一兩個月才能回去一次 為什麼來台北其實還蠻簡單 因為那時候我們去參觀 台中跟台北的啟明 台北可以外出 我每個人可以出一三四 然後就這樣談的 那 在台北的時候 就大一就會開 高一開始填志願的時候 就是準備你要填哪些志願的時候 就看到有大床解課系 然後我就開始去查 每個學校的課存檔 那時候就知道 大床系不只只有廣播 不只只有新聞這件事情 可能還要檢定 你要開廣告 你要學行銷 然後只有世新大學的廣播電視片 你學習是有分組的 但是 在我們的神經障礙考試裡面 有開大床缺的只有大家 大概五年前吧 實際曾經開過大床的缺 那四張考的制度 其實跟大家考學測有點不一樣 簡單說就是 最高分的人他先選 他想念哪個學校 然後每個學校都會開一缺 只要有開一缺的 你都可以填 那只要你前面沒有讓每個人 體驗了你想念的那個系 那個系就是你的第一支 你就會上你的第一支 這樣 那我當時真的做其實 高分考得不好 欸馬分是五百 我記得我只考了大概兩百七 還是兩百八吧 反正在附近 擔心我前面沒有任意 有人填大床系 所以我就這樣上了 那在之前我其實是有打過 打電話去過大床系 也打電話問過很多大床系 他們都是說 因為大床系要學剪片 要拍廣告 這些事情你沒有辦法做 所以不太適合 但是我還是填 因為我那一年還蠻幸運 就是在我之前的大床系 大床大床的那個圈 他都會有一個備註叫做 本系有叫做視覺性課程 全毛生不宜選毒 但是我那一點也沒有 所以就填了 但是這也是一個最大的爭議 就是我進了學校之後 他們需不需要給我 資源跟協助的一個點 因為我在進去之前有去參觀 然後那時候 系主人一直告訴我說 你有十分之九的克羅文秀 當然啦 我進去之後就發現 其實沒這麼慘 反正我練了兩年了 然後我只被打掉一顆 所以應該沒這麼糟還好 只是後患 那 我進去的時候 本來他就講很嚴重 我是四月考完試 然後爸爸 然後所以我就去參觀這樣子 然後是 九月才要開學 那當時他就說 十分之九的克羅不能修 我這樣說啊好可怕 怎麼辦 十分之九的克羅不能修 那就已經屁不了業啊 那我那時候慈濟 在之前考學測 我版心上來是慈濟的社工 我想說好吧 那就念社工吧 雖然花蓮好像好學好無聊 但是也不錯 但是隔天 系主任就打電話給我 他就問我 決定了怎麼樣 要不要去念 我就跟他講說 我應該會去念自己的聖龍 然後他就告訴我說 你不真的想念 為什麼你絕對放棄了 他說如果你真的想來 我會試著教你 試著讓你學我們的課程這樣子 那我就很開心啊 因為準備了很久 就是我非常討厭讀書 但是在高中 我曾經沒有調到第三名 底下過 那雖然我班上只有九個人 可是因為有一些是 以前念一般學校 所以那時候其實最開心的事情 就是我贏過以前念一般學校的人 那高三下學期的時候 就是央廣在我們學校開了廣播社 那大家應該都知道高三的學生是沒有上聖堂的權利的 然後因為這樣我還去找校長 找主任 找了很多人 然後最後終於他們追求我 在那兩堂應該上數學課的時間去上廣播社 那 呃 上廣播社 其實就讓我更覺得 大臣是我想念的東西 所以就是後來 呃 填字院的時候 我就有第一次就填蛋漿大臣 那當時 其實老師們其實都還蠻反對 幫幫我報了嗎 因為 如果我不填蛋漿大臣 我可以填一些國立的學校 那 反正 就填了 然後也真的進去念蛋漿大臣 但是我進去的第三天 戲主任找我看話 你知道他跟我說什麼嗎 他跟我說你專系吧 你進必不容易 就 他是一個很大的落差 也是 我進去之後的第一個挫折吧 呃 因為就是 前後 是同一個戲主任 就打電話跟我說 哎 我們會試著叫你跟我說 你一定不要跟什麼一樣 然後 嗯 進去之後 一開始 就是同學們 他們都還對我蠻好 就是 問他們說 這樣OK啊 然後強的幫忙 都還蠻願意幫 那大概過了 一兩個月之後 我就發現 好像同學開始 不太理我 然後後來我才知道 就是可能我的 我常常得對他們 所以他們 跳一瓶 就變成一個 敬而言之的名字 那 嗯 在大學長裡面 當然發生了很多事情 像是 呃 有老師跟我說 這個課不管你修幾次 我都只會給你五十五分 對 就是我看在你這麼認識的 你分享的 我給你五十五分 但是我不會給你幾個 那個課叫做視覺轉播 然後 老師覺得 因為這不是你看到的東西 不管你報告做得多好 那都是別人告訴你的 因為我們的報告 我們需要看圖 然後去描述那張圖 就是 老師要你做到的是 客觀地描述這張圖 就是你不可以寫微笑 你很像寫他嘴角上揚 類似這樣子 好 然後 呃 我大一我也沒過這那一科 大二其實就 還好 然後大一沒有轉系 因為反而我就一定會被動掉 大二 會轉系的原因是 就是 我們的那個學長配補助是 一個 年級只能補助一次 就是說 你可以念大一大二大三大四 你可以往後繼續念大五大六大七大八 哪怕你演比 我們需要回歷史裡面唸八年 但是你不可以唸兩個大三 如果你唸兩個大三 如果你唸兩個大三 如果是 因為轉系只能轉三年級 所以假設我唸到大四 發現我必須了解 我要轉系 我就只能轉 例如公星星三年級這樣 那我第二個大三 跟第二個大四 學費就可以自己付 那我這樣沒有辦法付學費 然後加上 呃 就是我去問問西商他們就告訴我說 呃 我們的所有課程都不可能挑戰 就是如果你有本事 讓老師給你過 那我們不管 但是如果老師不給你過 我們也不會用什麼特別的方式 那畢業製作 就是一定要拍片 然後我們要求每個同學都要做到 所有的工作 所以不可以說 你不拍片 你做其他的事情 就算同學 OK 我們也不會給你過 對 然後可能就是其實我實際是問學 他們其實就是每個人 只做一個部分的事情 就是可能拍攝就是拍攝 長期就是長期這樣子 那結論就是 我在大二下提出會轉系申請 轉了公星系 那當然也面試過了 所以開學之後 就要開始演公星系 然後也許以後如果有機會 可能可能三四年後 你可以在報紙上看到我 那我們的故事大概是這樣子 好 非常棒 非常謝謝怡婷 那